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噩梦即将降临 刚被嘉庆皇帝选到宫里 就被翻牌 就要被灵性 此时的傅察氏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得知消息那一刻 傅察氏激动不已 周围的姐妹们也向他投去极度的目光 有的秀女被选进宫之后 直到容颜老去都没有见过皇帝一面 傅察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切像做美梦一样 他期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早点到来 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份爱的暴风雨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让他震惊 也让他恐惧 这一夜 分明是他的噩梦 悲惨的命运就此注定 出现在他面前的人 竟然不是年轻英俊的嘉庆皇帝 而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脸上的皱纹像裂开的枯树皮 脸上的笑容比枯都难看 老头步履蹒跚 反应迟钝 他马上反应过来 看此人的样子 应该是太上皇乾隆 可自己明明是被年轻的皇帝嘉庆选中的 太监怎么把自己送到这里来了 这是送错屋了吧 想到这里 他吓得蜷缩成一团 浑身发抖 口中不住地叫道 错了 乾隆亮亮呛呛走到龙床跟前 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没错 你就是为朕准备的 嫌弃朕老了吗 朕可是老当义壮 说着乾隆黑黑笑着 张开双臂 向浑身站立的傅茶室 突来 傅茶室见状 顿时化作无助的羔羊 恐惧地闭上了眼睛 乾隆是清朝最长寿的皇帝 活了八十九岁 他二十五岁登基 八十五岁善位 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 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 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乾隆还是清朝皇帝中 较有作为的一位 他历经屠治 体恤民情 在位期间 曾经五次普免天下百姓的乾粮 三免八省民众的草粮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使得清朝的国库存淫 日渐增多 他雄才大略 完善了朝廷对西藏的统治 并且对新疆实施了有效的统治 正是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 让清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化 人都有七情六欲 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作为史上最有能力的皇帝 乾隆在丹京节律管理国家的同时 还把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嫔妃身上 乾隆有三位皇后 二十二位妃嫔和十六位搭影和常在 登记在侧的妃嫔和皇后就有四十一人 数量是咸丰皇帝的两倍 光绪皇帝的二十倍 乾隆的生育能力也极强 在六十四岁的时候 还生下了一位公主 即第十个公主顾伦和孝公主 这打破了清朝皇帝的历史记录 让人叹为官职 这说明乾隆确实是宝刀不老 生理能力也是杠杠的 乾隆精力旺盛 却没有将皇帝当到底 在八十五岁那年 他就将皇位主动善 让给了他的第十五个 皇子爱心觉罗 于衍 即嘉庆皇帝 自己则在别人称颂中 洒脱地当了三年太上皇 权力是诱人的 一旦拥有之后就像注射了马飞 可以上瘾 主动放弃的人为数不多 越是雄才大略的皇帝 权力欲望越强 即使是交权给自己的儿子 也是难以忍受的 历史比较著名的家族内善位 有两次都发生在唐朝 一次是发生在唐朝初期 唐高祖李渊将皇位传给次子李世民 当时李世民和哥哥李建成 争夺太子之位 矛盾白热化 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将李建成杀掉 在剑拔弩张中 李渊只好认可这场政变 非常不情愿地将皇位 让给了李世民 另外一次是发生在唐朝中期 唐明皇李隆基在七十一岁那年 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子李亨 他这样做也不是自愿的 因为安史之乱爆发 很多官员都认为 宰相杨国中是导致叛乱的罪魁祸首 士兵们走到马维坡的时候 将杨国中斩首 杨国中是唐明皇宠妃杨玉桓的哥哥 大家又把矛头指向这个无辜的女人 无奈之下李隆基赐死杨贵妃 交出了皇权 正常情况下皇帝贪恋权力 把皇权看得比生命都重 小车不到直管推 直到寿终正寝 两腿一蹬 皇帝才算当到头 可是经历旺盛 好大喜功的乾隆 为什么要善为给自己的儿子 一种说法是 乾隆小时候深得爷爷康熙的宠爱 据史书记载 康熙六十年 一七二一年 康熙帝到雍亲王府 就是后来的雍和宫去 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弘历 当时弘历刚十岁 长得很英俊 也聪明伶俐 人见人夸 康熙见到后 也赞不绝口 爱不释手 下令把这个孙子养育在宫中 并且亲自授课 弘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 他的生母扭护路氏 不是雍正的发妻 不属于嫡长子 按照老祖宗的规矩 是不能成为太子 无法继承皇位的 但是在弘历十二岁那年 就被雍正秘密立为继承人 将圣旨放在了锦霞中 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后面 这不能不说 是康熙的态度 影响到了雍正选择接班人 弘历沾了爷爷康熙的光 因此 弘历崇拜 敬重康熙 他说过一句话 做事不超越爷爷 康熙八岁的时候登基 十四岁时亲政 在位时间是六十一年 乾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 选择善位 以表达对康熙的敬意 他这才将权力移交给了 自己的第十五子爱新觉罗于衍 及嘉庆皇帝 说那话的时候 乾隆也是随口说说而已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像爷爷康熙那样长寿 结果他不但真的活了那么久 还执政六十年 当时他发誓的时候 很多人知道 如今只能选择退休 但乾隆是个政治强人 退休并非身体原因 经历还很旺盛 因此他退休不丢权 善位之后还继续过问 国家大事 内政外交 人事变动 还是太上皇说了算 在此情况下 嘉庆帝只是个橡皮图章 只负责在太上皇圈阅的文件上 盖章走过场 不丢权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 李渊善位的时候 李世民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说什么都还是父皇说了算 结果 自己登基之后 大权独揽 什么事连问都不问李渊 不光如此 李世民还把父皇身边的宫女们 都遣散回家 美其名曰减轻财政支出 更有甚者 李世民不许老臣去看望李渊 聊天谈心更不行 就是父皇最好的哥们裴继 也被赶出了京城 其实 即使李世民不这样做 李渊也好不到哪里去 人走茶凉 李渊善位之后 不会有大臣再到他那里去请示汇报 老皇帝也只能忍受落寞 在孤独冷清中度过余生 那滋味生不如死 乾隆何等聪明 他不会做李渊第二 也没有必要做第二个李渊 善位之后 乾隆仍然把大权紧紧攥在手里 这样一来 乾隆可是洒脱了 嘉庆苦不堪言 傀儡皇帝的滋味太不好受 遇到大事 都要请教乾隆不说 还要受和珊那老小子的窝囊气 乾隆对和珊不是一般的交情 甚至还把自己最宠爱的十公主都嫁给了他的儿子 和珊苟杖人士 根本不把嘉庆这个皇帝当回事 史书上说 嘉庆登基之后 和珊的态度是不圈一字 不但没有收敛 而且更加嚣张骄纵 从嘉庆的老师朱龟的背贬 就能看出和珊有多狂 朱龟曾经是嘉庆的老师 能力不一般 后来当了梁广总督 嘉庆元年 皇帝想让他回京担任大学士 乾隆也没有意见 就让朱龟就任了 梁广总督是从一品官员 封疆大吏 权力已经够大了 但是大学士更厉害 大学士一般担任皇帝秘书 或者智囊 是朝廷最有地位的大臣 如果是内阁大学士 还能入主军机处 参与军政大事决策 但是这却引起和珊的妒忌 他要给朱龟使绊子 朱龟受淡的时候 嘉庆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 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珊得之后如获至宝 认为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 屁颠屁颠地到乾隆那里 打了打小报告 说四皇帝遇施恩于师父 新皇上这是在笼络人心啊 乾隆一听 当即就产生了疑心 莫非儿子要将自己这个太上皇赶下台 提前掌权吗 这大大刺激了乾隆的敏感神经 随即招来军机大臣董告问道 你在刑部和军机处都当过差 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置呢 董告听了心里一惊 莫非太上皇要收拾嘉庆 重新复职 董告虽然是乾隆的亲信 但他是个有心机的人 知道嘉庆没有犯选择性的错误 如果动他 不利于清廷稳定 他想了想说 四皇帝赫施并无越轨之处 董告的话让乾隆瞬间冷静下来 知道自己那个儿子并没有包藏或心 于是他对董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汝是朕的大臣 要替朕好好辅佐四皇帝 朕的大臣 好好辅佐 这些话一语双关 说明乾隆还是不肯放手 尽管乾隆没有对嘉庆出手 和申的话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朱规不但没有当成大学士 还被以在广东剿匪不利为名 降级到安徽当了巡抚 直到嘉庆四年 1799年正月 太上皇驾崩 此时的嘉庆帝才敢做主 把在安徽当巡抚的老师调进京 朱规到京城时 嘉庆皇帝上前拉着老师朱规的手 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 这时候的嘉庆已经四十出头 竟然如此失态 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老师有感情 一方面说明他当那三年多皇帝 受了和申多少气 受气倒是次要的 问题是在和申的蛊惑下 乾隆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出手 废掉嘉庆 自己重新掌权 再立一个新军 这样的事在武则天时代就曾经发生过 所以嘉庆这个皇帝当得憋屈 也提心吊胆 为了保全自己 嘉庆只有如履薄冰 谨小慎微 好好表现 不择手段讨好太上皇 这部嘉庆三年的一个 风和日丽的春日 嘉庆帝在紫禁城的御花园 举行隆重的选秀大典 众多如花似玉的满族女子 亭亭御立 站立在御花园里 希望能一招选在君王策 改变自己的命运 十三岁的傅察氏气质高贵 模样俊俏 含苞待放 魅力无限 在众多待选的女子 终如鹤立鸡群 嘉庆帝一眼就看上了 傅察氏是满洲香黄旗人 他的唐伯父 曾是大清的重臣米斯汉 唐姑奶奶也很有名 是孝贤皇后的妹妹 跟洪苗正 貌美如花 傅察氏被嘉庆帝选中 留在了宫中 嘉庆帝当时选中傅察氏 就是为将他那位妃嫔 自己好好享用的 但是后来身边的太监 说了一句话 让嘉庆却改变了主意 决定忍痛割爱 将他当礼物送给太上皇 太监是这么说的 这傅察氏 怎么长得跟傅察皇后一模一样啊 傅察皇后在乾隆 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嫁过去了 二人情深似海 可惜他红颜薄命 在乾隆十三年就去世了 年仅三十六岁 对傅察皇后的早逝 乾隆十分悲伤 介怀不已 嘉庆帝一听 头脑里里灵光闪现 决定将傅察氏送给太上皇 作为礼物 抚慰父皇那颗受伤的心 当晚 傅察氏被太监们抬入乾隆的寝宫 本以为会见到年轻帅气的嘉庆帝 睁开眼后却发现 一个八十多的老翁向自己走来 傅察氏很快就明白 嘉庆是将自己送给了父亲乾隆 他欲哭无泪 只能接受残酷的现实 大约在半个时辰后 乾隆与年仅十三岁的傅察氏共度爱河 可是次日一大早 乾隆就板着脸让太监把傅察氏 给送回自己的宫中 从乾隆嘟嘟囔囔地的语气中 太监们猜测 傅察氏出事肯定没有过关 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太监们心里暗笑 您老人家都八十七岁了 换谁来都没有办法跟您秦色和谐啊 那之后 乾隆再也没有传召过他 只是将他封为晋妃 一年多后 乾隆一命归西 可怜那傅察氏 十四岁就成为寡妇 整日以泪洗面 将青春埋葬在那高墙之中 孤独终老 话说这位傅察氏送走了乾隆 熬死了嘉庆 直到道光帝登基 他还活着呢 道光帝继位后 为显示自己的人孝 特意封祖母辈的傅察氏为皇祖晋妃 虽然皇恩浩荡 可惜这对傅察氏已经没有了任何现实意义 既不能换回自己的青春 也不能重获自由 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道光两年 1822年 十二月初八 三十七岁的傅察氏 在孤独寂寞中 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临终前 满脸皱纹的他 望着宫墙外 渐红的晚霞 几滴浑浊的泪水流过 干燥枯黄的脸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